大家好,我是阿菲 你什麼水啊? What's about me? 歡迎大家又按進來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收聽,記得按LIKE、SUBSCRIBE和COMENT 如果你有東西想分享可以在下面留言 你比COMENT壞的,我全部按LIKE 我答應你按LIKE 又是我們,我們今天又說你和姬姬姬姬 和Chris姐,黃青霞霞姐 什麼姬? 不認姬,還有什麼姬?打飛機 不認姬,然後變成提款姬 然後變成法律姬 然後就不認姬 然後就說自己是第三姬,然後自己打飛機 什麼姬,又說你有什麼姬,有什麼姬? 不知道阿姬姬這幾天和Chris是怎樣 近日有很多負面的風波 又說做假學歷,淘寶華那些 每天都說到口臭 然後又說跟美軍結婚 但Gego之前是否認的 否認他自己是比Chris大陸沒有的 誰知道27日那天,你以為他不拍機 突然間他又想上水又拍機 彈出彈入打,很笨 但他這次也跟修哥下水 修哥其實是小紅書有個帳戶 修哥有什麼水? 修哥胡鋒 這個戴眼鏡 他接受了修哥的訪問 親自回應,他怎樣看他的美婚妻 這個複雜又混亂的過去呢? 不拍機就在影片中說 其實自己也不想想太多 總之我知道Chris愛我 我愛他就夠了 這些就是相依為命 男老才相依為命 最重要是這樣 他愛我,我愛他就夠了 跟前妻那些 前妻都愛你的 有幫你生小孩 現在到過難度 現在到過難關 撐你了,修哥就提到了 他說Gager你最近變成全城的焦點 你怎樣看?有什麼感受? Gager就說 說真的,每個人都有他的過去 很多人拆他的黑歷史給我看 OK,我想他有他的過去 但說真的,我也有黑歷史 是沒有人拆出來的 他好像想有人拆黑歷史 喂,拆一下我 喂,我啊,喂 我也在,不是只有我老婆 不要只拆他,拆我啊,喂 笑死 不是啊,他說千萬不要拆啊 只不過我覺得人一定有個程序 過去就只有他過去 嘩,他好像說得很平常 這些是雙面人 叫你不要拆,就是叫你拆 嘩,這麼陰濕啊 好像香港的恆子一樣 跌,不是跌,是升 知道嗎? 要升到14000點 政府說正在升 再升到13000點 原來有反應的 然後就要跌到15000點 知道嗎? 但是Gager好像以為 他未婚妻那些過去好像很簡單 但他可能以為只是 跟男生有什麼瓜葛 借錢 不是啊,他現在有假學歷 你明白嗎? 我現在不看稿 只是列出什麼 三萬元 過夜 不知道是不是過夜 神經病 他三萬元還只是借 跟人家過夜 不是給他 像杜汶澤這樣說 三萬元 過夜 你女兒是雞啊 是 然後又有些假學歷 然後又有畫畫 然後又有什麼 假學歷也有幾單 還有現在就是 不知道他入境處 會不會調查他 因為他好像說 用優才價白下來香港 下新聞證 未知 因為他沒有真的表現過他的新聞證 對 但他之前說過 他自己通過那個計劃下來香港 然後Instagram又浪費錢 啊 是 在Story那裡 他浪費了自己的名牌袋 名牌袋裡面都塞滿了人民幣 一搭一搭 對 打字 好像令人家不會說錢是他的 例如那些廢話 只要你努力 就一定做到 像我這樣 什麼成功的 永遠都有個位置給你 類似 然後人家就說 哇 這麼有錢啊 這麼大搭錢啊 這麼搭水啊 最近啊 Chris姐 他就立刻在IG story 就說 譬如說 其實是個朋友的 不是我的 但他之前說的那些東西 再配上那些相片 根本就是令人懷疑 是他自己的 那怎樣 虛偽 沒錯 其實這整件事 本身都是沒什麼 但是 是他自己真的貪無虛榮 一個人虛偽和貪無虛榮 你覺得會不會換包包 會的 就是 所以 不過Gego 就是有包包 想換個包包 是不是 他說 一賣一賣 沒什麼問題 其實是沒什麼問題 我想Gego不知道 原來這女兒 是後面搞了那麼多事情 而且 其實呢 但是又不要想到Gego 他是這麼 天真 Gego當然不是天真 Gego就是想要見年輕人 之前Gego和他 你見不見他 到處送一些畫給別人 你到處送一些畫 為什麼 一定是有些原因的 他送一些畫 是不單是送給圈裡面的名人 還有送給政界的人 其實Gego是不是都知道 其實是想利用這條女兒 去拉攏一些關係 那女兒又心甘情願給你利用 哎呀 糟糕呀 要畫畫了 那就淘寶 跟我畫個周潤法出來 對 差不多的 你知道他之前很搞笑 他不知想一個 好像記者訪問那樣 還是不知道什麼節目 然後就叫他 因為在苦年 叫他畫一隻老虎出來 他拿了一張紙 本身的底部已經是畫了一些老虎形狀 然後就跟回那條線 對 但畫了出來最後一隻貓也有 這樣也可以變成貓也有 有個底紙給你畫完 即是你跟著畫 這樣他也可以畫到貓也有 這樣也可以畫錯的 只有一件事要做 one drop 沒錯 就是要畫對那隻老虎出來 都錯的 其實本來這件事就是 這條女兒和阿里隆基 你想怎樣就怎樣 到處都是爺酸戀 有幾個老婆 其實沒有所謂 但香港人看不過眼 喂 你越搞越多東西 全部都是假的 還有那個人是假的 他又有一個謊話 又蓋在另一個謊話上 對 你知道香港人 你的性格 一找到一點點 繼續查下去 咦 沒錯 尤其你想跟網民宣戰 網民就會覺得奉陪到底 然後就連串 一連二 二連三 哎呦 現在越差越多東西 對 Gaigle就說 Chris其實經常跟自己說 Gaigle我會乖的 我以後會乖乖的 乖乖的做甚麼 甚麼意思 乖乖的不會搞事 乖乖的服侍你 乖乖的還要送聖路 我不知道 你甚麼意思 Gaigle就說 他會乖的就行了 不需要太多 以後乖乖的就可以了 乖乖的就行了 乖乖的 其實他三十六還是三十幾 其實也不小 你看這張照片 看他的照片 只看一張照片 都知道一個人 你又懂得看照片 不懂得看照片 即是有時候你看一個人 立即看他 你就知道這個人 心術不正 嗯 對 有點不太好 你看到他的樣子是 經常說謊 貪錢 他那些是經常想辦法的人 他想辦法 心藏不老 即是他每次說一件事 他都要想一想 沒錯 他是這些人 但那些人就是說謊 雖然他沒有上過天王嫂那些班 如果不是 應該不會弄到如此地步 對 這麼多教學歷 那些病假 有沒有人吊過 郭富城的老婆 沒有 他都上過天王嫂那些 沒錯 你之前都有黑歷史 但別人低調 這個就不是 這個愚蠢 人家沒有東西 其實是你自己傻 是他自己不斷推自己出來 其實如果你不丟那些證書出來 沒有人告訴你 或者他又想趁這些炒之名到 嗯 沒錯 之後李龍基和修國都說 其實這件事 教識了他們一些事情 就是沉默事今 對 不要說那麼多事情 收爹 但是 說真的 你收爹 網民都說 李龍基其實現在已經洗濕了頭 已經 你不是現在收爹 你要收爹 你要開始收爹 不是現在才收 有什麼所謂 剃掉他就沒有所謂 剃掉他沒有頭髮都可以 我撿紅色毛 是啊 他加了紅色毛 突然間又綠色毛 據說李龍基 我看到一個帖 他跟另一個女伴一起 不是啊 還要 羅蘭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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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誰啊 有人說他什麼出身活動 為什麼不帶Chris出來 反而是跟另一個女伴 羅蘭姐 是啊 差不多年紀 大家都 玩姐弟戀 有很多網民說 怕李龍基被人欺騙 怕他臨腦被人一煲清袋 不要傻 你猜他真的是三歲的小朋友嗎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清袋 就算他被人欺騙 其實他自己是甘心情願被人欺騙 你錯人 我兩腳一身都沒有所謂 起碼我撿到包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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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自己都知道 自己70多歲了 很多可能吃一個30多 就算你知道他是 是謀一些東西才跟你一起 你自己甘心情願就可以了 是一個買賣 基本上現在很多有錢人 在世界各地都是這樣 對 就算你附近香港有大樓 對 你摘街 那些何常 不是 不是 他們都是用錢來控制女兒 成龍 這些都是 我都可以用錢來控制你 叫你幫我生個兒子 你願意就可以了 對 我又要一個兒子 或者Donald Trump 這些 大把 對 大把 你不要說到機構好像很傻才行 有另一個大律師 叫翁正正 他趁著這件事 就說一說法律 就指有人貼名人 做人切 又說自己懂得開飛機 是博士 翁正正其實不時都會在網上開直播 他講一些奇案之外 都會用一些很簡單的例子 自己的方式 去分享一些法律知識 那 日前 他又有開這個直播 就說 有一個女生 就跟個歌手拍拖 那 突然間 就變成了忠熱話 他說其實看到這件事 很多人都踩了界 那情況都挺嚴重的 叫人好自為之 那 就說到其實近期很多人 很喜歡趕自己的人錢 就是突然間 是無故在一個圈裡彈了出來 又說自己很有錢 跟那些有錢人 經常出出入入 經過一些媒體報道之後 就變成大家都認為 其實他是有錢人 然後又說這傢伙 又會自己開飛機 又說自己是博士 他說這些人 他喜歡設立一個人設 可能是想給別人喜歡 認識朋友 但是最得人害怕的 其實他是特意設立一個局 出來騙人 是啊 還有這些人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很喜歡懸賦 還有黏著那些明星 明人去拍照 那 翁靜靜呢 就提醒 如果你是有名氣 有地位的人要小心 就是不要是人請你去 你就去才行 娛樂圈裡面有很多所謂 現在不是很紅 但是時間比較多的人 會被人請出去吃飯 有些飯局 例如有些好像 有些孤單一點的 又不是很多孫子 或者兒子 比較寂寞一點的那些人 經常去那些飯局去派對 就給了一些機會 給這些人去利用了 跟你拍照 然後又送一些禮物給你 畫畫給你 給你一個袋子 那怎樣呢 就是想跟你拍張照 拍完照 那些人就看到 原來他跟這個人有關係 其實他信得過 其實那個圈子裡面 是有自己的名氣 就被人利用了 嗯 他就說 如果你們是做得明人的 拍照之前 都要想一想 就是別人用你那張照片 來做些什麼 沒錯 而且他說那女兒 當年在美國 又借了那個歐陽什麼的錢 三萬元過夜 對 他說當年 六年前你借三萬也好 五萬元也好 那現在那個男人 就是那個男人 六年之後又回來香港追債 其實如果那件事是在美國發生的 你應該在美國西雅圖追 你來香港追是沒用的 因為香港追索期是六年 但美國西雅圖追索期是三年 其實你已經 說真的 那女兒走了 不用還 都可以 在法律上 或者是 但兒子就說 那沒事 如果你是不給我 就爆你 糟糕 沒錯 現在兒子的心態 就是不是想要拿一筆錢 但是想跟你攬炒 攬炒 你法律上 我搞不到你 沒問題 我用另外一些情緒上的事情 來納索你 就是他想出一口氣 因為他覺得我都拿不一筆錢 是啊 我就是要爆你糟糕 就是想你死 沒錯 你這麼囂張 然後他就說 其實這些人 就是那個空姐 他提供了這個平台給別人 去威脅別人 其實他自己也是有 就是中了這個法律陷阱 就是那個兒子 他是有 人家可以告他誹謗的 然後那個平台 人家就可以說 你提供了這個平台 給別人去誹謗別人 就好像是一個新聞 如果你報假新聞 人家都可以告你 你也要看看那個人在哪裏 那個人在美國 對 問題是那個人在美國 但是那個空姐在香港 你告一條L嗎 他告不到那個美國人 但是他可以告到那個頻道 那你告那個頻道 就是你發放假消息 那你告Facebook 你告01 你現在全世界都在報 他說其實可以 他說其實可以告到YouTube 如果你想告的話 沒有說 他怎麼告 但是說真的 我想問 那好 我分享一個新聞出來 就是我在網上看到的 我分享一個新聞出來 那是不是要再告我 不是你要說那個來源在哪裏 應該是OK的 但是因為這個不是新聞 這是人家自己爆料 那來源自己爆料 那變成全部人都報 全部人都報 那BBC CNN Facebook 可能那個空姐 他前面自己沒有加一句 即是說以上的 即是說的那些是那個人 即是自己要撇除任何法律的東西 但是他沒有說這句 所以我們有時候 經常聽到電台 或者聽到網台 都會說 我以上是主持人的意見 即是不是我們本台的立場 有時候 但是你在Facebook 你不能這樣按 你一按下去 或者你一開01 或者你一開東方 我不知道 可能他這個律師 好像賣毒品那個 是有罪 是不是 如果我是吸的那個呢 我吸的那個沒有罪 就是 如果全部人都吸 那你怎知道 這個人有賣毒品 就是個個都吸 不知道 不過說真的 這個律師也說了 這個人又說自己有錢 但是又用假學歷 他說沒有錢 那怎樣 沒有錢就好好的讀書 先說 這個世界真正有錢的人 會扮窮人 窮人那些 又扮有錢人 有錢人為何要扮窮人 怕你來借 但是窮人那些為何又要扮有錢人 因為他想來騙你 哈哈 他說越是要很黑銷自己的人 這些就越有問題 有些人經常說自己是博士 其實博士很容易買 野雞大學五萬元 就能買到一個博士回來 如果你有錢的 你就會告別人誹謗 但是你沒有錢的 你沒有錢 你怎麼會誹謗 他說你連博士學位 都買不到 都要假扮 你怎樣打 怎樣告誹謗 律師費給不給得起 沒錯 他就說律師費這麼貴 你怎樣給 不如你買一個學位 如果你真的有錢 我還提到那些油畫 然後公正文書 那些行使假文件 他說其實一幅油畫 你畫完之後 等它乾乾一個星期 可能一兩天就可以畫完 還有那些公文文書 他強調 其實你不可以找律師去公正 你那張是真還是假的 公正其實是好像 可能我搞我媽媽移民 他不見了一張出世紙 因為以前可能是 在內地下來的 他可以找一個律師去公正 他在這個地方出生的 即日期在什麼什麼 即宣誓 對 宣誓 但你不可以找人公正 我這一張畢業證書是真的 如果你要查那張畢業證書 是不是真的 你應該要找到那間大學 找到機構 因為那些人都不會知道 那些人就指 Chris你不能說 那樣東西是真的 你找個律師來畫 那樣東西是真的 但律師怎知道是真還是假 除非有一個真的招牌在他面前 然後你影印了一個副本 然後他有副本和證本在旁邊 看到那些字是一模一樣的 他才可以簽名在上面 對 說這是真正的證書 沒錯 如果你拿著那張假的證書 他真的可以找到工作 你這樣是犯法的 你這樣是行使假文件 不要管 這些會不會是23條不誠實使用電腦 會不會 勾結外國勢力 又說去美國讀書 他是大陸人才 你不要忘記 你去美國讀書 你想做甚麼 他是在美國讀書 但他是大陸人去美國讀書 再下來香港 香港就是他最歡迎這些人 對嗎 勾結外國勢力 現在還未知道他那張證書 到底是真還是假 九成九都假 是假的 如果是假的 你用那張證書 你拿到來香港 為什麼我說九成九是假的 上一次都說了 因為我很容易找到 可以在哪裡買 多少錢 其實很容易 不過我不會分享連結 因為我不想你們買 我買了自己買 哈哈哈哈 但是如果你買了那張東西 但是你放在家裡 你自己欣賞 有空拿出來打飛機 沒問題 但是如果你拿出來 又要去找工作 然後去一些社會機構 說是你自己 你就犯法 其實很多人就覺得 我找到工作 用這個證書 是你傻仔 你相信 我比你厲害 因為我比你聰明 所以你才相信 就是因為你IQ低 我這麼多過到骨 其實遲早都會咬你回頭 當然 這些全部都有法律約束 或者不用法律 遲早一定要有 像現在Chris這裡 千算萬算都算不到 那條兒子六年後 會回來咬他 是嗎 對 三萬元 還要過夜 還要是借 都不是免費給你 拿照 真的 Chris姐 你真是 阿清霞姐 你真是 對 怎麼搞的 翁靜靜最後有說到 其實男人很多事 明知道你是欺騙的 但他還是要這樣做 沒錯 就是基哥這些 唉 基哥他知道什麼了 說真的 但他肯被人欺騙 你吹嗎 對 我們也是吃花生 吃花生 對 很多人看完之後 都覺得 其實根據這件事學了很多 三萬元 就是說 其實他說的 你也知道 就是用假文件的 坐牢 哦 就是教識了人 如何偽造假文件 是不是 不知道 又說什麼博士位 沒有錢買 教識了很多小紅豬的人 全部 整個假證書 然後下來香港 做專業人才 是不是 我不知道 如果香港政府 真的被人這樣下來 然後拿到香港的身份 那你馬上去深圳住 他也說 他也說 如果那些人是這樣 來香港拿福利 當然是不好 但是如果他是合理的 這樣下來的 那你沒辦法 他說 當然是不好 但是那些人是這樣做 嗯 還有你香港物價很貴 你住又這麼貴 我為什麼不在深圳住 再過關過來上班 總之好自為之 是不是 因為就算他們 不是通過這些假證書 因為他們也有很多其他方法 來香港騙東西做 騙之餘 最容易的就是結婚 找個男人結婚 然後移民 然後就靠香港這個踏腳石 再跳去另外一些國家 大多人這樣做 因為現在香港人很珍貴 可以去英國 又去加拿大 又去澳洲 又去新西蘭 很搶手的 總之你們兩個好自為之 我們今天說到這裡了 拜拜 基哥 小心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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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